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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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四军华中野战军发起了高游战役 接到工程的命令之后 郭永眠跟随先头部队率先进攻 在班长的带领之下 他们从城北汤水过河 然后把云梯靠在了城墙上 可是 眼看着就要爬到城头了 狡猾的敌人突然伸出了勾连枪 推倒了梯子 最终在火力的掩护之下 郭永眠和几个战士在爬到一半的时候 就直接把手榴弹扔在了城里 然后趁着手榴弹爆炸 冲上了城头 打开了缺口 这一仗呢 郭永眠所在的众队歼灭日伪军六千多人 沦陷六年的高游城也宣告解放 抗战胜利之后 郭永眠留在了黑龙江省体育局工作 于2007年逝世 享年86岁 目光 再来聚焦缅甸 来看 画面上这位头发花白 却说着一口流利英文的老人 他的名字叫做曹岳华 今年已经是97岁高龄 他现在呢 正在演说的是71年前 他写给妻子王德义 也就是他身边的这位99岁的女士的一封情书 也就是这样一封战地情书 铸就了曹老和妻子一世一远 1943年 中国远征军驻印军反攻边缅 急需大量懂外语的知识青年入伍 当时的曹岳华呢 正在复旦大学英语专业学习 在当时的校长吴南轩的推荐之下 曹老头鼻从容 先是在昆明的炮兵学校从事翻译工作 后来呢 又去了缅甸 成为了中国远征军的一名翻译官 当时他和王德义呢 已经开始了恋爱 王德义出生延商世家 抗战爆发之后 他先后在重庆大学 中央政治大学等五所大学求学 两人呢 是学生组织的集会上相识的 曹老回忆说呢 接到命令之后啊 他就直接被送到了机场 没来得及跟女朋友打招呼 特别巧 他在途中啊 和自己的妹夫擦肩而过 他就在车里大喊了一声 我先飞印度了 请转告得意 到了印度之后呢 曹老又跟随部队辗转到了缅甸 谁知道 到缅甸之后呢 从来没有摸过枪的曹月华 就在一个灌满了雨水的战壕里 度过了他在缅甸的第一天 当时呢 正在下大暴雨 周围呢 全是火光 枪声炮声 曹老说 那个晚上自己一直处于紧张和恐惧当中 真正体会到了度日如年的感觉 战场上的艰苦让曹老越发想念在国内的恋人 在部队正要启程向缅甸南部前进的时候 曹老用英文写下了您刚刚开头看到的那封情书 这封情书呢 寄出去11个月之后 曹老从缅甸回到了昆明 就是在火车站 曹老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红宝石戒指 向王德义求婚 1945年的10月份 两人在重庆结婚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也是曹老和妻子结婚70周年 谈起当初投笔从容的往事 曹老说 当时国难当头 只想着要把日本人赶走 为国家处理 我们再来看美国 照片上的这位黑头发的女孩子 是18岁的湖南妹子杨金明 坐在她身边的是她留学美国时 所住的寄宿家庭的家庭成员 说起杨金明的留学生活真的是特别有意思 人家明明不会中国功夫 可是他的同学却都以为她是一个东方女侠 怎么回事呢 这话里从一次午餐说起 那个时候大家都在食堂吃饭 一个当地男生不知道为什么 开始大骂中国人 杨金明听到之后 义愤填膺 蹭蹭地走了过去 就把这个男孩子的裤子给撤掉了 食堂里瞬间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第二天 这名男生居然手捧着一束鲜花 来到了杨金明的寄宿家庭登门道歉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杨金明的同学都以为他会中国功夫 而一次见义勇为的经历让杨金明自己都怀疑 自己是不是真的有恋恶的兴奋 那天杨金明和同学在去图书馆的路上 突然听到有人大喊抓住他 抓住他 然后一个持刀劫匪就从他的身边跑了过去 杨金明的回忆说 当时脑子里还没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就条件反射般的追了上去 那天正下了大雪 他还一不小心滑了一跤 结果您猜怎么着 他居然顺势向前一推 把这个劫匪给推倒了 劫匪也因此被追上来的民众给逮住了 现在杨金明已经申请好了美国的大学 还找到了一份实习的工作 我们在这里也祝福这个善良勇敢的小姑娘 实现再转向尼日利亚 我们来看 画面当中的这名身穿红色衣服的女士 名字叫做黄玉珍 今年已经年过四十了 都说男主外女主内 黄玉珍却靠着自己的努力 白手起家 在尼日利亚建起了一个工业园 由于园区里的企业主都是华人 因此这里也被称作是华人工业园 他为什么会想到要建立这样一个工业园 黄玉珍原本在尼日利亚开了一个鞋场 后来他在拉格斯买下了几块地用于出租 很多华商都来他这里租房 黄玉珍就想既然来的都是华人 为什么不打造一个华人自己的工业园呢 说干就干 他用自己积攒的钱将附近的土地都买了下来 建起了一个占地六十亩的工业园区 其实在没有来尼日利亚之前 黄玉珍原本是一名护士 2002年 黄玉珍的哥哥在拉格斯经营鞋业生意的时候 遇到了一些困难 就想到请黄玉珍来帮忙 他这才来到了尼日利亚 后来黄玉珍又开始单干 买地办了一个鞋场 想创业并不容易 更何况是在异国他乡 有一天黄玉珍开车的时候 一群当地人驾驶着摩托车 堵在了他车的前面 还抢走了他身上的胯包 黄玉珍说自己当时真的很害怕 但是一想到这个包里 有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一万元人民币 就鼓足了勇气下车追着过去 还跟歹徒搏斗了起来 但是由于力气太小 黄玉珍不但没有拿回胯包 还被推倒在地 当时他暗自下定决心 一定要混出样来 目前黄玉珍在当地 又买下了六百亩土地 打算再建一个工业园 他说希望自己的努力 可以带给更多来 尼日利亚投资的中国人家的感觉 我们把视线再转向香港 一提起香港女警 可能很多观众脑海里 都会浮现一些经典的荧幕形象 不过您知道吗 这些Madam她们的制服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 可是经历了好几代的进化 您现在看到的这个图片 来自于香港岭南大学副教授陈孝能 联合香港教育学院助理教授 何佳琪撰写的新书 《香港女警》60年 香港女警的制服变迁 在这张图上可谓是一目了然 香港从1949年 开始正式招聘女警员 你看 这位就是人称师姐的第一代女警林艾斯 她穿的这件卡其色的衬衫 还有A字极西裙 搭配迎扣黑皮带 这就是香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女警标配 1960年开始 香港女警开始改穿麻制的连身裙 配米色腰带 不过这种料子太贴身 很容易起皱 抓贼也不方便 直到1980年 女警的制服又改良了一次 由连身裙改成了开金上衣 配米黄色直筒半截裙 你看制服胸前还有两个大口袋 这是为了方便出任务的时候 放置个人物品和笔记本 第四代制服可以说具有画时代的意义 为什么呢 你看 Madame改穿裤装了 这是因为1995年开始的香港规定 女警可以配枪了 为了行动更加的方便 才有了这身军绿色的裤装 200年以后 女警制服的颜色又做了调整 上身是蓝色的衬衫 下身是深蓝色的长裤 搭配黑色粗皮带和黑色短靴 香港警队的目前 大约有15%的警务人员是女性 在半个多世纪里 和女警们身上的制服一样 她们的职能也在发生着转变 从一开始 只做文职和女性搜查工作 到后来的获准配枪 担任高级助理警务官员 香港教育学院助理教授何家杰表示 这都反映出了不平等待遇 已经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消除 目光转向美国 画面上的毛巾 上面的英文标签翻译成中文是 佳岳 这是一家中典工清洁服务公司的名字 创办者是一对华裔姐弟 你看 就是他们俩 左边的是姐姐阿多拉张 右边的是弟弟亚伦张 过去几年里 佳岳曾因前景看好 获得过很多投资 但是就在上个月底 这家曾经被誉为是明日之星的公司 倒闭了 为什么呢 一切还要从佳岳的主营业务说起 成立于2012年的佳岳 其实是一个网络平台 客户在平台上发布终点工清洁服务需求 然后一些通过资质认证的清洁工 就可以自由接单 当初之所以会创建这样的一个平台 就是因为弟弟亚伦想雇人打扫公寓时 发现要找个可靠 又收费不太高的清洁工 实在是太难了 于是姐弟俩就萌生了创业的想法 而为了更好的了解清洁工和客户两方面的需求 姐弟俩还特意在清洁连锁店里当了一个月的清洁工 佳岳创建初期由于市场需求大 所以发展的很快 业务遍及31座北美城市 还拓展到了国际市场 良好的前景也吸引了众多投资机构 抛出了橄榄枝 然而就在上个月的31号 运营了三年的佳岳却宣布关闭 其实根据业界的分析 这个平台关闭并不是偶然的 主要原因是薪酬吸引力低 佳岳付给清洁工的费用的是 每小时13到18美元 约合人民币70到100多元 而同行竞争对手是22美元 约合人民币130多块钱 薪资的落差让清洁工们的忠诚度是大打折扣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在佳岳只提供清洁服务 而竞争对手早已抢先一步 推出了维修 油漆 家居 组装等这样一些服务 抢占了市场 佳岳的关闭也给其他同行提了个醒 发现市场是创业的第一步 但之后一定要找到持续的盈利模式 来支撑庞大的市场 因为一旦资金吃紧 人才就会大量的流失 这对于服务型行业来说将是灭顶之灾 我们把市线再来聚焦西班牙 现在正是法国普罗旺斯薰衣草开花的旺季 旅居西班牙的孙小姐也像很多当地华人一样 通过旅行社跟团前往法国赏花度假 但是一个小小的意外却打乱了他的行程 让他烦心不已 什么事 原来他跟团从西班牙坐大巴车前往普罗旺斯 途中车子停到了一个加油站 孙小姐就和其他游客去加油站的厕所方便 谁知道 孙小姐刚一坐到坐便器上 右手边的墙上一块瓷砖突然掉落 正好就砸在了孙小姐的腿上 当时孙小姐的大腿就肿了起来脚面也被砸出了血 孙小姐忍着痛找到了加油站要讨个说法 虽然加油站的员工很快就拿出了急救箱 帮孙小姐做消毒处理 但对方却以加油站的负责人不再为由 拒绝对此事负责 想到团友们都还在等着他上车继续赶路 孙小姐就没有继续争辩 他跟旅行社的领队商量 先去普罗旺斯玩等返回西班牙之后再找加油站的负责人 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两天之后 他们原路返回时还是没能找到加油站的负责人 于是孙小姐决定报警 让警察来处理这件事 可是这个时候他却遭到了旅行社领队的阻拦 为什么呢 因为会耽误其他旅客的行程 在其他旅客的劝阻之下 孙小姐只得再次妥协回到了西班牙 你看这平白无故的受了伤 还没人敢评理 孙小姐是越想越郁闷 他一回到巴塞罗那 就向旅行社的负责人投诉 希望旅行社能够帮他讨个说法 可是没想到旅行社的负责人也玩起了失踪 孙小姐怎么都找不到 接着目前孙小姐被砸伤的事情 依然还没有得到一个圆满的答复 我们在这儿也提醒近期计划出游的花销花人 出门在外还是得小心着点 出现问题要及时报警 学会适时的用法律手段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视线转回中国 您现在看到的是前不久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 寻根之旅四海一家 即水利方碑颁奖典礼的现场 来自全球54个国家和地区的 三千四百名华裔新少年在这里欢聚一堂 共续有情 国务委员杨洁篪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 邱元平以及北京市市长王安顺等出席的活动 当天全体营员还向杨洁篪敬献了 以海内外中华儿女一家亲为主题的签名长卷 就了解 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的从1999年开始举办 是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创立的系列品牌交流活动 今年的寻根之旅呢 为期九天 共有来自54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名营员参加 在这九天的时间里 营员们参观了故宫 颐和园 长城等历史文化名胜 以及鸟巢水利方等现代地标建筑 感受了中国历史 了解中华文化 好 再来看南苏丹 最近南苏丹首都猪八发生了多起 针对外国公民和机构的武装抢劫案件 当地治安局势是不容乐观的 为此 中国驻南苏丹使馆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和中资机构 提高安全意识 加强安全防范 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避免前往人员聚集的区域 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 另外由于南苏丹的霍乱疫情 目前也在蔓延当中 提醒在南苏丹的中国公民要注意卫生 如果出现了腹泻 呕吐 腹痛 这样一些症状要及时就议 好了 今天的全球华人资讯就是这些 接下来我们走进华人故事 2010年6月20日 在法国巴黎 约有近三万华人走上街头 打着反暴力要安全的标语 拿着横幅游行示威 这是法国的华人第一次大规模游行 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这场游行的发起人 就是今年33岁的华人 施伟明 如今施伟明已经是巴黎20区的副区长 那么当时他为什么要站出来 组织这场大游行呢 有一家人结婚 然后又有人抢劫在结婚的门口 他知道我们华人结婚有红包这个习惯 外国人都知道 要去抢红包的 要去抢人的 然后有一个人是身上有带着枪 替他把开枪了 就抢劫的人他就把他开枪了 结果这个人引起了 我觉得如果每个人都要用枪来捍卫自己的话 那这个这样就没办法来 当时这位参加婚礼的华人 先是向天开了一枪警示抢劫者 可是毫无作用 最后只得开枪打伤抢劫者 施伟明意识到 仅仅靠个人的力量 根本改变不了这种混乱的局面 华人必须自己团结起来 用法律的方式为自己争取权益 施伟明的号召引起了很多华人的响应 也得到了当地华人社团的全力支持 才有了这场规模空前的大游行 也唤醒了很多华人的维权意识 不过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 巧合的是 就在第二年的同一时间 又发生了一场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 第二年就是说 还是同一个场馆 也叫梅里城中 还是他就是他有东族的儿子 11年5月28号晚上 他们就是去拍照 去证一个抢劫者 他想去拍 被发现被打成职务 在同一时期 有一个法国小棋林在另外一个地方 也是抢劫被打了 打成重伤 媒体有关注大约三天 而我们华人被打成职务 我向当时的媒体发明过 没能用意报道 几乎没有任何篇幅在报道这个件事情 这是当时的情景 然后我们举行了第二次游行 正是这两次美丽城大游行 引起了巴黎美丽城所属的四个区区政府的重视 宣布将成立美丽城地区治安领导委员会 巴黎警察局局长也出面表示 会重视华人居民的治安 这才让美丽城的治安有了根本性的改善 已让不少人认识了这位各自瘦小 却性格倔强的华人小伙子施伟明 那么施伟明为什么敢于站出来号召这个游行呢 1999年16岁的施伟明从福建省福清市来到了法国 2002年他取得了法国国籍 就在美丽城开设了一家小的烟草店 几年后又开了一家中餐馆 只是想好好的做生意 那么他后来为什么选择从政呢 这与他刚来巴黎市遭遇的一系列暴力事件有关系 就是当时在地铁上是一个比较迟的夜晚 我去拜访一个朋友 然后我们经过那个地铁站在那边 有个比较乱的街区吧 然后有能想拦住我们的 就是说想抢我太太的包 当时他有个包 然后我就去跟他们抵抗 他们越来越多三四个人 所以我跟他们对打 因为我的气势也把他们吓倒了 但是我的鼻梁是被打断的 我本身就是停工十几天 但是东西是没有被他们抢走 这是我还不是在乎东西 就是我不 我的个性是不会让人家随便欺负我 由于华人喜欢带现金 被偷被抢几乎成为了家常便饭 然而自己受欺负是小事 真正让世卫明决定走上从政道路的 是一件看似并不起眼的小事 我孩子2009年出生 我2010年的时候 有一次我经过 因为我餐馆开在美丽城附近 但是有个小餐馆 然后我经过那条街的时候 有个中国小孩子 他说中我的 他把我拦住了 他说你可以帮我 带我到马路对面吗 我说很奇怪 大摆天的 这个孩子有七八岁 我说你家人 如果你就在对面 你自己过去 有什么害怕 他说那边有一群 感觉上其实 他说有一群黑人 其实这样说 正常者说不怎么礼貌 他说他们小孩子 他们有一群小孩子 黑的在那边他害怕 我说为什么害怕 他害怕被打击 被欺负 但我在想想 如果我今天不做这个事情的话 我的孩子以后将会面临同样的状况 施卫铭倔强的性格 让他决定 要为华人的安全做点什么 2010年 施卫铭在巴黎二十区办公厅主任的推荐下 加入了法国社会党 成为党员后 施卫铭经常做义工 帮助不会法语的华人报案 也积极的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可是 不管他怎么做 华人区的治安不但没有好转 反而越来越差 有一段时间把 就是治安恶化到 几乎能能自为的程度 去警察去报案 他经常不是给你报案 是给你一个做笔录 笔录跟报案是两码似的 因为法国的 按照法国的程序走 就是说 如果你报了案 他必须要通过那个检察院 就会追溯 如果你是被案的话 这是内部治疗 不一定会 上面会知道的 警察对于华人安全的忽视 愈演愈烈 盗窃 抢劫 甚至枪击案 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 治安问题几乎把华人 推向崩溃的边缘 直到2010年 施卫明参与发起了 美丽城大游行 才有所改善 因此 2014年巴黎的区议员选举中 很多人都投了 施卫明一票 让他顺利当选区议员 在座区议员期间 施卫明又因为他勤奋的工作 热心公益 赢得了团队的信任 被20区区长 卡兰德拉 任命为副区长 任期6年 我们20区大约有20万人口 在法国 在巴黎算一个比较大的区 但是在中国上很小的一个区 不可以跟中国比 然后我们这边20区 就是说有各种各样的人口 有一百多不同的主义 世界不同的主义 就在20区的 这里是法国巴黎20区的区政府所在地 施卫明的办公室 就在这栋古老的建筑里 施卫明工作的时候 身上还带着象征法国国旗的 红白蓝三色带 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他告诉我们 这个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佩戴的 这个叫旅带 法兰西旅带三色带 正常的话只有就是说 寿命副区长 区长 还有国会议员有这种带 然后就是说 眼色 这种蓝色的是 草上面的是区长 施卫明现在主管商业和艺术 美丽城就是它最重要的管区 也是巴黎著名的华人聚集区 共有一百六十八家商铺 约有一千多华人 施卫明的主要工作 就是为这里服务 我负责草山引述这一块的 就是所有的商业 也是我在这边的负责 然后具体到很多 就是有时候权力范围比较广泛 比如说这样吧 现在花店这边有个 有个那个前面要摆这个花 这个在前面 如果正常的话 就是说他有一个 要申请一个那个纸张 他有的 他有那个Dihus 法国的纸张 如果这就要我同意 我还是不同意的话 就是没有了 就可以取消掉了 现在走在二十区 美丽城的街道上 大多数华人商家 都认识施卫明 虽然在巴黎 副区长的权力并不大 主要是为社会服务 但是施卫明很喜欢 现在的工作 为华人服务 为自己生活的区域服务 就是他最快乐的事 愉悦收看 在线回看华人世界 敬请关注 CCTV4官方微信微博 好 本期的华人事件 就是这些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